欢迎回来看国内新闻 穆斯林母女挑战 2019年吉兰丹伊斯兰刑法 胜诉案今天下判 联邦法院宣判 法令中的16项条文违宪 因此无效 首相署表示 所有利益相关者 和涉及伊斯兰教法庭的人士 将马上被召集 以讨论和评估 法庭的后续复权步骤 以首席大法官 敦东姑麦文为首的 联邦法院九司 今天以8比1的多数票 批准律师聂伊林母女 提出的司法审查 裁定2019年 吉兰丹伊斯兰刑事法令 18条文中的16条无效 根据判词 丹州立法机构 定立相关法律时 已经鉴阅联邦宪法 第九副表所赋予的州权利 东姑麦文强调 两人的司法挑战 并不是挑战伊斯兰教 和伊斯兰法庭的地位 而是有关法律 超出了州权限而危险 没有必要关系的 有关系的 罪法院的 罪法院判词 尤其是 它是 罪法院的 罪法院判词 尤其是 罪法院判词 所以我做这些 罪法院判词 不算是 罪法院判词 我做这些 罪法院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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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一龄在记者会上表示 她希望今天的标杆性裁决 能够促使丹州议会更加谨慎立法 针对聂一龄母女胜诉一事 首相纳杜斯利安华 在马六甲出席活动时强调 团结政府没有干预司法裁决 而是联邦法院依据宪法 所赋予的权限所做出 她很遗憾有关的判决被政治化 与此同时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莫莫纳因发文稿说 联邦法院的裁决 不会影响国内伊斯兰教法庭的地位 她呼吁各造保持冷静 不要做出任何挑衅行为 接下来政府将召集 所有利益相关者 和涉及伊斯兰教法庭的人士 以讨论和评估 法庭的后续复权步骤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在和ватボタ车的裁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